嗨 宝子们 今天的话拆箱的是那个 等了很久的那个星光来信的小卡 其实也不算等了很久吧 因为这一单是我为了凑那个满赠的小巴基 所以说又多余吃了一单 然后主要是因为我本身是亚克力脑子嘛 然后对这种纸片类的周边不感兴趣 但是为了凑单嘛 所以说因为它这个价钱非常的合适 就是刚刚好能凑到那个树 所以说就多吃了一点这个小卡 然后这个就是这次那个提尔特动物园的满赠 这是我到手的第一份小巴基 然后这一代应该就是那个星光来信的小卡了 然后星光来信的小卡 前一段时间看不知道为什么官网突然下架了 然后后来问了全友 全友的意思说好像是因为 这一批星光来信的小卡那个质量不太好 所以说就下架了 然后这是他当时说的那个会给一份贴纸 然后他就是个小卡 我真的很不喜欢他这个背胶 这样子会很容易把那个背板给损坏 但是他这个自放带的话 还是很喜欢他是那种背胶的 就不会损坏本体 天哪他这个卡的表面好像就是有那个膜 我就是他会和这个外面这个自放带就是 黏在一起 我这个卡的话 哦它是有一个是这种的 还有一个是普通亮面的 嗯就是普通亮面的 也算是有轻微划痕吧 但是在我接受的范围内 然后他这种磨砂质感的 我很喜欢 就是还是这个磨砂质感的显得更高级一点 然后这个可能就是他表面这个膜 然后我看小红书上有早就说到的姐妹说 他这个膜会把这个烫筋给他粘掉 我也不确定我这个是不是 就先粘粘看 嗯 能看出来他确实粘掉了一层烫筋 但是他好像只是粘在了表面 然后就是并不影响这个烫筋层整体的完整性 所以说这点瑕疵在我 还是能在我的接受范围之内 因为我本身不怎么混卡圈 然后我就对这个卡套的那个 嗯 他的这个质量不是很在意 因为我还是在乎卡的本身吧 嗯 我也不确定到时候是就放在这个收藏给的这个卡套里呢 还是说找一个新的那个卡册 嗯 买一个合适的卡册 然后给他 说起来 真的好讨厌这个背脚 那个背板还是蛮喜欢的 然后这样子就纸痕了 嗯 真的好 哎 哎 算了 但是小卡的这个饼图还是很可爱的 可以逆按 嗯 然后的话 我们先把迪西亚收起来 下一个的话 就是买的这个莱奥斯内的这个当地小卡 哦 还有福福的 然后这一part可以略过我还是在对数嘛 就是看看数目数量合不合适 如果说有漏发的话还是得去找科福补发 然后 嗯 目前来看 数量应该没有问题 然后这是发露山发姐的 然后这个是拉西达的 还有我们的 还有我们的 赵洛蒂 还有林宁特 都好可爱 还有瑶瑶 哦 太可爱了 还有我们的明卡 然后这个是 哦 这个是莱奥斯内的 那这样子应该没有问题 身材这些如果都是莱奥斯内的话 那说明就是对的 嗯 然后后来 这个的话就是那个命定之日礼盒嘛 然后买的也是发姐和小草城的 嗯 这是发露山的 然后这个是拉西达的 嗯 试试试试试试试 但是不过这个出货比较早 我买的比较晚 所以说其实开不开都无所谓了 大家应该都能看到 都见过食物图了 嗯 嗯 就 这一part不行就 嗯 就看看吧 就打发时间吧 哈哈 哦 小草的这个双日这个饼图 真的我好太喜欢了 真的太可爱了 天呐 这个这个画石塔台 真的是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还有其实发姐那个饼图也很棒 也很非常好看 嗯 等一下 一会儿再拆 当时还一起出 他有一根那个 米卡的那个命定之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 呃 小草神 还有范楼山 还有那个米卡 他们这三个人的 那个命定之日系列 这个饼图 真的是太美了 就是 一眼爱上 呃 然后 买的就这样子了 然后现在来看一下 就是个膜 这是我撕了膜之后的样子了 呃 我把膜都撕掉了 就是 你们以前看到 它其实 还是有那个膜的痕迹的 嗯 现在就不知道 下架之后 反正那一批是 质量会是什么样子 反正现在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样子 拜拜 优优独播 感谢观看